3 評論 哎?你們長掌櫃子呢? 哎? 嗯,那個您就是魏爺吧 我們掌櫃子去找轉上碰面的寶人了 所以馬上就回來 要不您先坐一會兒 快,人測給倒杯釀茶,快 您請坐,請坐 你师父想明白了 想明白了 早就想明白了 你说这几条街都是您的 别说我们这一个小小财工铺了 是不是 您能看上我们这铺那是给我们面子 对不对 你倒挺会说话的 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新来的吧 我是从苏州乡下来的 我是大徒弟 我看你是乡下来的徒弟 都比师父名适了 比师父也真是 早这么想不就完了 做财数活 再哪只个贪图就做 还非得站个背面 您说的是 我师父吧 岁数大 糊涂 他也分不清吃亏占便宜的 您喝茶 这 这是谁 这是我媳妇 也是从乡下来的 你小子还挺有福祥 我最近要在这条街上 开家按摩院 到时候叫你媳妇来做女招待 保证比你真的多 免得你养不起 喂 媳妇 那个 我师父吩咐了 说等您来了 得给您量量尺寸 赶明人得用上等的料子 给您做点新衣服 算给您赔罪了 今儿呢 再加上一条 我把裤子给您一块就做了 就算咱们俩见面了 见面礼 你觉得行吗 你还真会来事啊 行 我就再给你个面子 这身衣服 我都收了 二位 您们得让一下 我就给媳妇 两两尺寸 魏妇 您站直了 好 从头顶到脚跟 上下共五尺二寸 上下放四寸吧 五尺二寸放四寸 宽 三 一尺八 左右也放四寸吧 宽 一 一尺八 放 放四寸 嗯 哎 啊 呃 魏爷啊 呃 你 你得把胳膊张开 哎 一会就好啊 啊 不能动哎 我看看你有多吼哎 怎么放那么宽呢 哎呦 魏爷 得宽点 宽点透气啊 你们俩不憋屈啊 你这是要做衣服吗 嗯 不是跟您做衣服 跟您做棺子 你 别动 别动 你们几个过来过来 过去 把东西都扔了 扔了 别动 好 大哥 嗯 您雷露子了 你说我哪露子啊 反正你不是财工部的伙计 太对了 我是关键铺子找对的 你开玩笑 我不开玩笑 你最新大名 什么意思 冤枉有头再有主 今天我只要还能六条命 回头 我早点算账 我连尺寸都给你量了 我还能给你六条命吗 啊 还要找我算账别算了 我送给你一口棺材 只收你一条命 一分钱不要行不行 你胆子也太大了 你知道我是谁的人 你想跟我说你是五颜王的人 五颜王 是不是 我看你多半是个冒牌户 对不对 五颜王的徒子徒孙 这个时候出来闹事 不在家给他扶桑 我告诉你 我送给你一口棺材 那是给你面子 连五颜王的棺材 都是我拿的 你 你到底是谁 我听说你有一个习惯是 别人不能叫你的名字是不是 我可没你那么加油 我叫郑树森 你是郑树森 你真是郑树森 怎么了 大哥 别相信他 他不是郑树森 郑树森不可能他这个样子 现在是是吗 嫂子 你跟大家说 饶了我们 好不好 你说呀 快说 谁是你嫂子 好吗 我